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APP微信微博 敬请关注 凡是嘲讽中国单兵装备差的 总让不开防弹衣这个话题 但是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防弹衣产品设计制造国家 中国防弹衣的性能 价格 产能规模 都足以为国内军警提供国际主流最高等级的防护能力 可还有人的脸背打得不太疼 说什么既然防弹衣造的这么多这么好 那为啥不给一线士兵装备呢 还是不在乎士兵安全 但是这个说法也要看中美两军目前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面对着作战环境是什么 美国这些年无论是在阿富汗 伊拉克 更甚至国内的各种枪击案 主要都是治安战 反恐战 这种形态客观上加速了单兵的升级 毕竟一条街一栋楼的金角 你不会被防弹衣伤往很大 而反观解放军士兵不需要全球干招 这身枪击弹衣中自然也没必要全上这些 况且方轮海弗拉材质的防弹衣 都是由使用年限寿命的 不上前线当然就不配了 没必要又浪费钱 要都配了 估计有些人又要说浪费我交的税 微信搜索迷彩虎公众号 关注后回复防弹衣 了解中国最新防弹黑格纪 液态金属防弹衣的神奇本领 我军士兵真是执行危险任务 那也是要啥有啥 比如我们派往战乱地区的维和部队 就都配备了最高防护等级的防弹衣 在去年我驻南苏丹维和部队 银防御袭事件中 正因为装备全防护型零六防弹衣 才让伤亡降到了最低 可能又是拿美国特种兵 炫酷的四眼夜视仪说事了 可四眼夜视仪除了装备绿帽子 海军特种作战研究大队 这类精英单位 您见过普通士兵有用过吗 毕竟几万美元移赋的价格 美国人也负担不起 所以说部队装备什么 怎么装备 都得根据具体任务所定 真打起反恐战 连穷的就差卖地的俄罗斯特种兵 也能立马武装到牙齿 洋气十足起来 更何况接地拼世界第二的我们 除了上面那些零碎外 单兵中火力这方面 中国也已经赶上来 美国有标枪导弹 我们有红箭12 都一样是最先进的 攻顶反坦克导弹 美国有AT-4 我们有打完就扔的 淋巴式火箭筒 21世纪都快20年了 那种中国单兵装备差 舍不得花钱 不重视士兵生命的说法 该歇歇了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工业国 这些几万十几万的装备 在工厂里 几天几个月 就能大批量生产出来 生产能力上没有问题 有没有的问题已经解决 而且这些年 军费增长可观 军队还在检员增效改革 钱也不是最大的问题 反过来 从经济的角度讲 现在牺牲艺人需要的抚恤金 猎属补贴待遇等等代价 是非常高昂的 这岂是一套几万十几万的防弹衣 也是以所能比拟的 真正制约解放军单兵装备 全面王室化的就是需求 环顾四周 虽有小摩擦 但真敢撸袖子和我们干的 一个都没有 而且我们也不需要像美军一样 全球搞事打仗 现在我们主要方向 是优先发展海空军 特别是空军 现代战争 没有制工权 基本就是输 而且海空军直面对我们威胁最大的美军 他们是我国经济重心 东部和南部沿海经济带的守护者 别忘了 近代中国几次被入侵 大多是从海上打不来的 所以再怎么加强都不为国 因为他们保卫的是我们的国本 至于说将来收抹弯需要陆军 到时凭我们强大的生产能力 战轻把这些零碎装备都发备集权 不是问题 而且陆军 一是打扫战场 收拾残局的火 如果说等陆军登陆时还遇到没有摧毁的强大坚固火力力 那海空军和经贸机构都不算合格 对于世界第一工业大国 单兵装备真不算什么高价值的 真正高价值的是驾驭这些装备的高素质人才 这也是我军近些年来 不遗余力地招募大学生 研究生 甚至博士等高学历人才的原因 高科技装备的生产和装备已经不成问题了 我军觉得是驾驭好这些武器 使之形成战斗力的高素质人才 而这些人才需要优质的教育资源 原因不断地投入十多年 二十多年才能培养出来 这些人才对于我军的价值 远超这些几十上百万 千万甚至上亿的装备 对于我们什么高端武器都能生产的国家来说 人才是第一位的 那种为了把武器装备 牺牲人民的做法 对我们来说真是太亏了 节目最后火哥推荐一款 看新闻能赚钱的APP作为福利 每天没事打开开篇文章 即可获得金币奖励 金币自动兑换现金 收益超过三十元可提现 现在注册还送两元现金红包 另外你还可以邀请好友 或者分享朋友圈邀请好友来赚钱 每邀请一个好友都获得两元佣金外 好友的每一个优效阅读将向您进购20金币 好友越多 阅读越多 你的金币收益更多 大家可以到手机应用市场搜索玩头条 开始看新闻赚钱之旅